基督宗教 基督宗教,英文说是Christianity,指的是耶稣的门徒所组成的信仰团体。 在1054年的时候,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的时候, 这个教会同时也分出了所谓的东正教,英文说orthodox, 而把原来的,就在西方的,以罗马为首的,称为罗马公教会。 华语方面的明末,传教士,比如利玛窦等人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, 就开始以天主这个名称来称呼神。 选择这个名称是参考了一些中国的古迹。 后来就在我们华人的地区,人们就会把我们这个教会称为天主教。 那么在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,就分出了所谓的其他的基督宗教的支派, 比如说圣公会啦,威力公会啦,长老会等等。 那么在非基督徒的远中,连同天主教呢,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呢,都被称为基督徒。 那么目前一般人就会简单的就把它分成所谓的天主教跟基督教。 但是其实两者有非常密切的渊源,相同的地方也有很多。 感谢您的这种评论。 那么就很棒。 对你对这种评论,我们在这种评论中评论的特殊评言有些什么评论。 那么这个评论,我们那个评论。 我们在这个评论,我们需要一个评论。 感谢观看